欢迎使用Hyperbox 2019新界面 本视频的主要内容是4媒体网格 在HyperMesh新界面当中4媒体网格划分 这个工具在Mesh小小菜单下面的TetraMesh 我们首先打开模型一起来看 这个模型里面包含了顶多特征 就是我们常见的导角、圆孔这些特征都有 那画四媒体网格一般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直接基于几何面进行网格划分 或者基于几何尸体进行网格划分 就直接在几何上画实体网格 第二种就是你先画表面网格 然后根据表面网格划分实体网格 那直接画实体网格好处是快 但是比较难控制网格质量 那如果说先画面网格再画体网格呢 你控制好面网格的网格质量 那提网格的网格质量一般就挺好的 但是会多一道流程的一些画面网格 那我们先来看第二种 就是先画面网格再生存提网格这种方法 那我们进行到Mesh General Mesh 我们先画面网格 选中对象之后 我们设置网格尺寸比较两毫米 然后网格类型 那画四面条网格呢 里面网格基本上会画三角形 或者是直角三角形 那我们这里切换成三角形 然后点Mesh 那大家看到现在网格已经画完了 那现在跳到我们调整Density这个界面 如果说你觉得有的地方网格要加密 比如说这种地方你觉得网格要加密 那你可以把这些地方网格调密一点 你可以把你关心的地方 关心的地方网格调密一点 如果说不用调了 那么直接退出当前的这个界面 那现在面网格已经画好了 那面网格画好了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网格质量 那我们这里可以切换成ElementQuality这个选项 那对于面网格来说 我们一看班会看它的最小尺寸 最大尺寸长宽比 以及最小角度最大角度成的 我们先来看最小网格尺寸 那这里最小的网格尺寸是0.4 那我们设置的平均尺寸是2毫米 所以0.4我觉得是可以的 然后最大网格尺寸 最大是3.3也是满足要求的 我们平均尺寸在2毫米 一般来说最小尺寸 我们认为不小于平均尺寸20%就可以 最大尺寸不超过平均尺寸2倍 而长宽比最大的是5.385 这也是能够满足要求的 然后是最小角度 最小角度这里最小角度是10.7度 一般来说就已经可以了 十几度 最大角度 最大角度这里是137 OK 我们认为这个网格尺寸是满足要求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检查的是 我们需要检查网格 它是不是一个封闭的状态 去到validate free edge 我们检查有没有自由编 选中这个component 点击find the free edge 这里没有tconnection 切换一下 切换成free edge 左下角提示也是没有自由编的 所以我们这个网格 它首先是封闭的 也是没有自由编 没有tc连接 然后我们就可以基于这个面网格 进行提换个划分 那接下来我们回到mesh面板 tetra mesh create 选择对象component 然后点击option面板 我们进来设置一个尺寸 那对于先画面网格再画铁网格 实际上它是根据表面网格 再往里面去填充实体 实体网格的 一般来说我们控制一下最大网格尺寸 最大网格尺寸 我们要求它不超过五毫米 然后其他的话呢 这个growth rate 它是出网格和卸网格之间的一个过渡 就是过渡的一块 这个数字越大 那么它过渡的一块 数字越小 过渡越慢 它实际的含义是 相邻两个网格尺寸的一个笔尺 不超过1.3 那这个layer的话呢 就是比较薄的地方 最薄最不低于两层 然后这是网格尺寸的参数 就是你在画实体网格的时候 你是可以设置网格尺寸的标准 那么在生存网格的过程中 会根据这个网格尺寸的自动的去优化 然后在advanced面板下面 我们这里确实有一个可能需要设置一下 就是restrict minimum size 就是控制最小的空间尺寸 比如我们控制0.5 那你可以把最小尺寸设大一点 也是可以 但是不能太大 那这是我们这里需要设置的一些地方 那我们设置好了之后点mash 进行网格划分 那你可以从左下角去看网格划分的一个进度 好了那现在已经画完了 我们把面网格隐藏掉 那这里剩下的都是提网格 提网格你可以把提网格隐藏掉一部分 这里切换到element 选中一部分 按键盘上的h 去隐藏掉一部分 我们来看一看 那这里是它内部的网格 可以看到 比较薄的地方也至少只有两层的 这是它的四面提网格 那我们按一下键盘上的a 把所有的网格全都显示出来 刚才我们演示的是 就是基于面网格去生成体网格整个一个过程 那如果说 你要直接基于实体 来进行网格济分 或者直接基于翘 来进行网格济分 那我们可以把原来的网格删掉 那这里切换到element 选中所有的单元 然后呢 按删除 把几何显示出来 那接下来我们重新回到tetraMesh 面板 你按在这里对象自动切换的surface 单你可以点进去 但我们这里几何呢 它可以选surface 可以选solid 那我们这里只有surface 所以呢 它自动切换的surface 那我们这里选择所有的surface 点击option面板 这个option面板 其实跟刚才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这里同样的 我们可以设置最大网格尺寸 不超过5毫米 然后呢 我们这里还可以勾选一个这个 coverage of base refinement 这个其实就相当于面网格里面的surface deviation 这里你可以控制最小网格 不小于多少 然后相连两个网格之间的发向方向 它的一个夹角不超过多少度 最小尺寸细数 其实是用这个细数去乘以我们的网格尺寸 然后呢 得到一个最小的网格尺寸 那我们这里改成0.2 然后这里的feature angle呢 就是相连两个单元之间的一个夹角 不能够小于 测测的这个角度 那这里是最少是两层 然后tetra collapse 这是网格质量的一个参数 你可以用它默认的这个就行 然后advance的面板下面同样的 你可以控制它的最小网格尺寸 那我们这里给它改成 给大一点改成1 然后点mesh 那现在你可以从左下角看到网格画分的一个 进度 好 现在网格已经划分完了 我们先来看一看 把结合隐藏掉 那因为我们刚才勾选呢 service deviation 那个选项 所以呢 有导角的地方它自动有加密 按H隐藏 可以看到 我们同样的可以把网格隐藏掉一部分 按H隐藏 可以看到里面的网格相对来说就比较粗了 但是在导角的地方它会自动加密 按下A 显示所有的网格 那这就是关于四面体我们画分的一个基本的内容 本次视频到此结束